他叫龙齐,常年盘踞在新宿僧江族,以生意人身份同事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总能在适当时机得到情报逃脱追捕。 他叫龙齐是位警察,看起来像个废物,但鼻子可比狗灵敏。 这对好兄弟以警察和黑道身份朝着最终目标前进中,正片开始前小青提醒,结局很容易哭出来。 故事要从西田师父摔死说起,美女小月人见人爱,是警务部部长闺女,搭档龙齐比较另类,喜欢模仿警犬,通过味道判断,此前在北京饭店吃过大蒜煎饺,家庭美满幸福,总感觉不像自杀,同时闻到小月晚饭吃过咖喱。 龙齐喜欢小月人尽皆知,客长三道比谁都鸡婆,四日警方突击检查龙齐手下影像店,除了血针并没发现违镜物,龙齐可是黑道二号人物。 小弟听说他过去的人生极其壮烈,从小在地下赌场接受赚钱教育,还被美国培养成间谍,真真假假让小弟们摸不到头脑。 昨天还发生好几起被盗案,其中一起发生在坠楼附近,西田夫人说最近看丈夫好像很烦恼,一个人憋着不愿透露心声,临走时女儿追出来说,老爹不可能自杀,因为自己马上过生日说好要一起买礼物,哭着求警方一定要抓到犯人。 这样龙齐想起小时候,犹如母亲般的百叶老师被人杀害,看来此事并没有这么简单,查看监控,发现惯犯小偷责度,和西田自杀的时间基本吻合,那他很可能看到跌落瞬间,于是俩人开始展开追捕,这小子熟悉地形像小耗子一样乱窜,龙齐追到一半闻到强奸犯的味道,直接将其代补,小月脑瓜子嗡嗡响竟然还有这种操作,不小心又立了一次大功。 老郑查到死者工作单位属于黑道板田组产业,组织靠走私军火牟利,正好和龙齐所在的松江组是敌对关系,晚上板田组将西田母女卢走扔进大海,很快警方接到报案,西田夫人被扔进海里前已经死亡, 女儿小菜陷入昏迷,失落的龙齐到外面散步接到哥哥龙齐电话,老克得知孩子没死大发雷霆,万一事情败露自己会被组织做掉。 然而他小弟正对龙齐折磨中,原来西田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为此才会杀人灭口,伪装成自杀,再将妻女扔进大海不留死角,龙齐让他们几个废物把以上所说告诉警察,敢提老子一句,让你们从地球湮灭,老克在车库遭枪击身亡。 老郑不相信小混混证词万一被人威胁过,十三警官又来待访,认为泽渡和老克的死有关,他除了偷窃还卖兴奋剂, 龙齐不这样认为,那小子无父母住在亲戚家,虽然堕落,但本性并不坏,十三临走不忘提醒,人类深不可测,老郑继续拜访龙齐问话,黑人律师拿捏一切,随后兄弟俩见面互换情报,带金表的男人成为突破口,小菜脱离生命危险,龙齐闻到熟悉的气味,刚才龙齐带着礼物看望过孩子,短短几天,小菜父母双亡令人惋惜,之后接到泽渡电话,明确表示没杀过人也没卖过兴奋剂, 不过看到西田跳楼时,身后站着两个人,刚要说重点突然断线,结果可想而知成立一具冰冷尸体,遗书中承认杀了老客,龙齐心知肚明,内心感到无比自责,转天邀约十三见面,老客卖的兴奋剂成分和他所在警署扣押的一样,十三举起枪证据呢,证据就是鼻子闻到过,你身上有西施者特有的酸甜味,十三有恃无恐,承认跟老客穿一条裤子,也不怕说明真相,西田无意中发现仓库手枪, 就是个局外人,却带着愚蠢的正义跟踪老客,最后只能杀人灭口保平安,接着又被责度看到,期间不忘提醒龙齐,跟老子混成为特权阶级,他不香吗?龙齐想都不想直接秒据,正是十三这种人,害死了老师和小菜父母,滔天大罪不可饶恕,剩下部分交给龙栽搞定,一黑一白进入审判模式,两人拷问十三, 二十年前发生一起命案,四位嫌疑人逍遥法外整个案件被遮掩,所以带着金表的刑警是谁,不说那就去死,不允许反省,更不允许懊悔,为了活命,十三说出金表组三个字,传闻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只有在最高学府成为第一名才有资格赠予金表,都是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与他们为敌,等于跟国家对抗,你们就算知道真相,也无可奈何,龙齐懒得废话让他自行了断, 一体何があったんですか 聞こみしてたら銃声がしてさ 石森さんが撃たれてて 心の中で何を持ったら当ててやろうか あれは刑事の目じゃな犯罪者の目だってな 金時計組? 欧州は始めからしっかり頼む この裏社会専門の基地クライター おばさんの家で暮らせることになって さっきユキナちゃんに何て言ってたんですか? 話したくないならいいですけど 悪者はもういない 仇は取ったからね そちらに連絡する必要がないくらいに分かる もう少し水木の近くに 分かりました 親子の会話か ここからが本番だぞ 分かってる そっちの出世は後押してくる 上に行かないとね もっともっと 金時計の男にたどり着くために ぶっ殺すんだ ぶっ殺すんだ 流浪阿树在裴酒女身上大肆揮霍 不仅让他借高利貸 還被活活燒死 至今再逃毫無線索 老郑这月不富裕 拉着隆崎和小月 来到新宿快樂一條街暗中调查 中途離開去下一家 讓山崎用警官證結帳 只要有發票 下月一定報銷 美其名曰 为了正義現身 本想離開 來了一位可愛姑娘小葵 倆人相談甚歡 一見如故 小月喝到不省人事 才敢這麼囂張 本次一共消費11万 店長看出他是警察不收錢 以後多關照我們就行 隆崎有點反感 還是自掏腰包省心 轉天小月去警視聽本部 遇到小夏 姑娘絕對是奇葩 想和他爹結婚 成為小月妻媽你敢信 隆在之前讓記者查金表组 结果只剩半口氣 臨死前抬起一只小拇指 里面有張紙條 写著人民劉宗炫 之后回到自家旗下 風俗店查账 正好是隆崎來的那家 手下阿深讓店長穩住 那位警察是自己人 小葵身世有點可憐 父母被高利貸逼死 隆崎願意幫他復仇 然而姑娘已經放下一切 準備組建新家庭 没想到第二天就在家中遇害 房間沾滿阿束指紋 隆崎聞到一些异癢 隆崎直言不諱 小葵可是我培養的重要商品 妆可愛 單純是為了讓你掏錢 紙條上的人是位中國地下醫生 記者只是稍微查了一下 就慘遭滅口 說明金表組勢力足夠龐大 為此決定一探究竟 地下醫生應該說的是真話 晚上跟隆崎見面說明情況 同時也鎖定殺害小葵的凶手 來到風俗店只有店長無比淡定 原來他的真名叫阿束 指紋就是最好的證據 臉能整容指紋可不行 反抗等於浪費精力 白白挨打還不如老實交代 男性香水成為攻略點 在小葵家聞到的香水味和阿束身上的一樣 之所以殺害小葵是因為股票虧板 那個笨女人只會說繼續努力的話 由於店裡不允許員工戀愛 所以沒人知道再交往 小葵很早就察覺店長就是殺人犯 傻姑娘願意接受她的過往 要是不說出來也許能避免這場悲劇 阿束本身就沒人性 更不可能容忍身份暴露 於是趁機將小葵淹死在浴缸 龍災讓兄弟離開剩下的部分交給自己 那些傢伙是認識的 那我也會逃避 你們也是我的品牌 死的葵和キャスター很重要的品牌 被殺死的女人死了 那是 不算是罵子 不算是智慧的 是暴力 真的只是兩人而已 我們兩人而已 現在就去店裡返回店 萬匹してる奴なんかいっぱいいるしさ ごめんなさい ごめんなさい 親がいなくたって 人の道だけは絶対に 自宅で拳銃自殺してました それをまた龍崎の野郎が探り当てたらしくて 気をつけろよ 行こう 壞れ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んだ 犯人を撃ったのって誰なのかなって思って どうなってんだよこれ 妙人逃げてた 某個晚上流浪汗被神秘人打死 同類案件已經發生三起 目前無法確認殺人動機 他們都和親人一刀兩斷 案件陷入僵局 媒體十分關注 警方第一時間展開調查 從附近流浪汗口中得知 被害人腿脚都不太利索 並且第三起案件有目擊證人 目測嫌犯20歲左右 三島心思多 建議倆人假扮情侣在公園蹲點 龍崎沒什麼恋愛經驗不知該說什麼 場面一度十分尴尬只能聊案件 大冬天前兩名被害人只穿了一件襯衫 他們明明有棉衣卻不穿 而第三名卻很正常 話音剛落聽到奇怪聲音 凶犯小森剛要行凶被小月一腳踹飛 可疑回頭流浪汗失去踪影 總部批評他倆擅自行動存在瑕疵 三島院承擔全責 好在已經抓到涉事人員 經緯順勢將功勞攔移的身 不服也沒辦法人家是高官嘛 經審訊小森高考壓力大 殺流浪汗單純那個解壓 那棉衣是怎麼回事呢 小月同樣感覺有問題 龍騎不忘為昨晚受害人送藥 流浪汗之所以逃跑 是曾經做過很多虧心事 別看現在流浪但過得挺幸福 不過堅決不給看傷口 龍災察覺到醫生在說謊 清楚記得二十年前的傷者 本身就不自然 大家都是聰明人看門見山 醫生要加二百萬 龍災掏出三百萬給老子全盤拖出 十年前四人組的其中三人來過 論國當年被擊中那人的情況 一定帶走醫療記錄 沒想到三年前消失那人再次回到這裡 帶著流浪同伴過來治療 看在以前有交情的份上 就沒收錢 賣人成流浪汗在新宿附近落腳 兩周前又來過一人 另一邊神秘人拿出一張肩膀有傷的照片 問流浪汗你小子就是老湯吧 掏出甩棍打算滅口 好在龍騎就在附近 武鬥對方毫無還手之力 但人家有槍 擊中小月肩膀 話說小月怎麼在公園呢 原來警方早已經設下埋伏 神秘男名叫九條 人送外號黑幫獵人 曾經也是警察 半年前突然辭職 小月之前在檢阅儀式上見過 看來脫掉流浪汗衣服 是為了核實身份 龍在猜測 老湯就是殺害老师的私人中的一個 所以一定要趕在九條前 找到老湯核實真相 小森只承認殺害第三個流浪汗 經緯突然解散專案小組宣布破案 並且威脅不要過多追問 小月老爸老燕看望閨女 父女關係看起來不怎麼融洽 又因隱瞞九條意識 鬧得不花而散 老鄭發覺異樣偽形龍騎 龍騎帶著手槍和定位裝置 輕鬆甩開老鄭 龍哉率先找到老湯問話 九條緊隨其後 當年她突襲黑道老大一舉成名 幾天後家人突然遭到報復 妻子當場去世 兒子至今還在婚禮 龍哉故意將他引到這裡 讓龍騎打死九條 老湯確實是四人組之一 九條沒死後又過來搞事 隨後兩人配合將其放倒 龍騎不明白為何他會墮落成這樣 那是因為某人答應為自己兒子治療 對峙中狙擊手將九條一擊斃命 九十五時間あの人あっお前さん助けてくれ早く助けていかないか分かりましたあなたはここで死んでください思い出した20年前この人撃ったのは優衣子先生だ 龍騎站在孤兒院回憶過往 每次被欺負老師都會告訴自己 他們下次再揍你一定要還手 龍哉化身警察穿上制服還挺合身 話又說回來你可是黑道二哥呀 不遠處就是拜倒公司 九二年成立跟孤兒院同年建成 看起來普普通通 哥倆聲稱有人要殺負責人 這才引出社長 一個人負責忽悠 另一個偷偷拷貝電腦資料 出門撞見小秘書 そこで何よ カペドンダブル 俺と今すぐ君を対話したい 等人走後社長拿出公安院孩子資料 看著照片陷入沉思 龍騎來警視聽本部報道 老燕人不在 腳下自來熟帶著他瞎晃 現在大家都在調查警察連環殺人案 搜查一刻在外奔走沒什麼人 小月向親爹抱怨 為什麼臨時調走我好搭檔 龍騎不小心碰到一堆雜物 無意間發現一枚徽章 突然被老東一拳撂倒 這東西神聖不可侵犯 趕緊給老子拿過來 一聽是新搭檔更來氣 老東一視同仁對誰都那樣 新同事中導簡單幫忙介紹案件 兩名警察遭分屍 其中一個證物箱子裡散發濕臭和香味 沒想到第三個受害人就在其中 中導班的證物走樓梯也不嫌累 老東就是看不起小年輕 龍騎超級不爽 怎麼看不起自己都行 但不許詆毀我同事 老東突然對他的態度有所改觀 原來三名受害者都是他同學 既是對手又是好友 換句話說 下一個很可能就是自己 希望龍騎不要插手 老正發現個怪事 龍騎接受過的案子都和龍哉有關 而且每次都不留活口 之所以告訴小月是因為他最適合調查真相 龍哉在大姐頭協助下破格噤聲 同時確定拜託所有關聯企業都是皮包公司 前高層恰好又是警視聽高官 次了老東沒上班 回家路上看到大爺跟摩托男單挑 龍騎幫忙打跑犯人又被揍 老東不但不領情嘴里還罵罵咧咧 龍騎反手就是一拳 趕緊給老子去醫院 以後還敢囂張繼續揍你 阿居管理官來醫院布置守備 給龍騎一張老照片讓他調查 三島課長跟老東也是同學 還有一個看不清樣貌 照片送去修復需要等一段時間 期間第三個受害者報告出爐 龍騎之前聞過箱子 有股蘋果香薰的味道 香薰可以緩解幽臂恐懼症 突然難題迎刃而解 丢下小月立即趕往醫院 与此同時殺手放倒守衛 萬萬沒想到竟然是同事中倒 他身上瀰漫著濕臭和蘋果香薰的味道 不敢坐電梯是因為幽臂恐懼症 所以箱子上才會沾上這種氣味 真不是他手法不行 而是碰到神之鼻只能認倒霉 小月送照片看到龍哉從醫院出來 照片中模糊之人就是中倒他爹士田 二十年前老東跟三位受害人 非法取締大規模賭場 高層把所有責任都推給士田 於是被調往荒村小派出所 自那之後精神開始漸漸冬壞 加上生活不如意殺了妻子 最後將小中倒關進箱子 所以才要分屍把自己父親 當跳板的傢伙們 龍騎感同身受頭痛欲裂 隨後其他同事趕來逮捕中倒 經緯負責善後 現役警察做出這種事肯定不讓公開 龍騎怒火難停再來一拳 好在老燕願意說好話 並且保證依法行事 中倒老實交代 有人把逼瘋老爹的內部文件寄給自己 小月也被調到總部 拜倒社長突然去世 老實穿警服好可愛 但事情卻朝著危險的方向發展 門口突然出現兩位陌生人 對龍哉了如指掌 對方實力不足 又帶把假槍只能暫避瘋芒 逃跑期間腿部中彈 根據頭髮顏色 我們叫他倆老黑和老白 不用說肯定和老實有關 龍哉身經百戰可不止一把手槍 反過來讓兩人交代所有事 突然老正從背後冒出來 黑白組合亮出證件 竟然隶屬情報機構也就是公安 比普通警察高好幾個級別 老正一點面子不給 用槍頂著腦門送走兩位 隨後上樓查看死者 龍哉拖著傷腿 到地下醫生那裡處理傷口 順便把照片交給龍騎 現在出現兩個疑問 為什麼社長會有照片 為什麼公安知道老實詳細情況 龍哉決定調查 跟公安有聯繫的山城會 畫面一轉 警視聽總監在小學演講遭槍擊 警方第一時間成立特別搜查小組 副總監老勝主持大局 近期案件頻發 要對警方內部進行重大改革 龍騎用內部系統搜索老實提示受限 聽小夏說只有高層才能查看 於是跟龍哉會合 從老師熟人那裡展開調查 確定當過女警 五年前曾說過要調到特殊部門 還說必須斷絕一切人際來往 後來偶然見過一次 那天正是聖誕節在為孩子們買禮物 看起來心事重重 如此看來 老師應該在公安部門任職 難怪黑白組合知道的那麼詳細 至於為什麼要在公安院做老師還不清楚 與此同時龍騎接到小月電話 警方獲得線索是山城會狙擊的總監 不惜清朝而出也要抓捕山城族老大 三島質疑情報來源 不說清楚就讓警員拼命真不是東西 阿局直言這是老盛的命令 具體細節也不清楚 老燕提出反對意見卵用沒有 老盛比他官職更高 小月坦露心聲無法相信龍騎 一旦認定她跟龍哉有任何瓜葛 以後也就別再見面 大姐頭銅奶要求龍哉把山城會老大帶回來 警方突襲山城會事務所 沒發現老大重真 龍哉直接去某夜總會藏身處 前腳剛到後腳警察趕來 突然山城會成員抓住小月當人質 龍騎暴怒敢挾持老子女神 瞅準時機一槍撂倒 崇禎誤以為龍哉是和她交易那人 想用重要信息換取生命安全 不過東西全都在兒子小平手上 話說到一半被黑白組合殺害 並偽裝成自殺 現在可以確定狙擊總監的人不是山城會 全身もう大丈夫です 有 towers 龙奇梦到初次见老师的情景 当时被金表男送往孤儿院 阳光刺眼看不清正脸 醒来小月在旁边照顾 原来在之前的询问会上昏倒 阿菊告知不需要担心处分 老燕已经帮忙解决 简单说了几句赶紧联系龙灾 俩人来到山城老大儿子公寓 在相册中找到父子合照 三天后就是阿平生日 猜测应该会去游乐园相聚 龙灾让龙奇跟小月保持距离 等我们杀他爹的时候你心里能好受点 老郑搭档东海突然背叛 上来不由分说就是一枪 好在老郑身穿防弹衣 用装死战法扭转局面 原来东海存在违法行为 只要杀掉搭档就能一笔勾销 受谁指使不敢说 正托束缚逃离现场 随后接到一通神秘电话 对方会除掉东海并威胁不要追查龙灾 老郑将此事完整告诉三岛 通过分析 之前遭分尸案的三名警察 都在总监手下工作过 这次又遭枪击肯定不是巧合 次日龙奇发现气氛不对劲 奇趴小夏万事通 由于总监受伤住院 老胜党羽趁机扩张势力 他们双方一直处在内斗阶段 第三势力老燕也不容小觑 他和警示厅高层关系特别要好 小月对此毫不关心 老燕请龙奇吃饭 诉说老胜一事 他对外宣称推进改革 实际上是为了歼灭黑社会邀功 从而掌控警示厅 老燕调过来就是为了整治腐败 希望他能站在自己这边 龙灾办事不力取消晋升 晚上俩人在游乐园逮到阿平 告知他爹遭公安灭口 阿平在组织内部曾见过黑白组合 再加上拜倒社长和流浪汉老汤 确定他们就是20年前逃离现场的四人 就在这时龙奇想起当年威胁自己的就是老胜 接着遭到老黑狙击 情况危急 请求小月支援 老胜也开始吊击人马抓阿平 以上又被阿局监听 阿平每年庆生都来游乐园 带着龙灾将黑白组合引到鬼屋 既然敌人一致那就展开合作 虽然阿平是黑帮大佬儿子 但没有任何凯人经验 约等于半个废物 龙灾让他先跑 自己则留下跟老黑缸正面 急に電話してきて付き合えて 本店のゴタゴタに俺まで巻き込む日かよ それにこっちはもう巻き込まれちまいましたし 今急遽喋りますから 機動隊 あの柏場って女始末するのかよ なかなかいい女だからよ 殴り殺してやろうと思ったのによ 警察を裁くは我にあり 何が起きてるのか説明してください 教えてくれないんですか? 日比野さんが許せない種類の人間だから 老黑触犯禁忌話太多 阿平用刀割断掉灯正中老妖 好歹意思下也算替老爹報仇 老黑满血復活被老白毒殺 与其帮忙擦屁股不如做掉更省心 二人再度成為人質 注射河豚毒素逼問雙龍項鍊下落 龍災各種嘲諷拖延時間 你們這是什麼爛組織 利用完就拋棄好蠢 還真不如我們黑社會 不知何時龍騎像僵尸一樣出現在門口 現在槍傷一點不疼 也聽不進人話 把老白往死裡打 龍災喊出老是名字那刻 終於回歸人類 痛感瞬間來襲倒地不起 老盛封鎖園區連蚊子都被想離開 中年三人組不知道該干什麼 小月陷入迷惘 接到三島電話意識到還有更重要的事去做 好不容易找到鬼屋又被迷暈 老白看起來挺兇 卻是個貪生怕死之輩 四人撤離之際突發大火 很明顯公安想要抹殺所有人 龍災找到小月又不能不管 於是告訴小月自己和龍騎是家人 老白落單被流走 余下倆人遇到老盛 龍騎領悟無敵烽火輪 老盛不敢火力全開 故意讓著龍騎 周圍出現刺客主動擋槍 隨後向他伸出援手 仿佛回到二十年前 龍災請老正放走阿平 畢竟總監遭槍擊跟山城組沒關係 老正現在完全不信警方 於是找個機會放走兩人 老燕等候多時 老生因泄密罪被逮捕 小夏無精打采跟平時判若兩人 原來他沉浸在老燕全勝的喜悅裡 這孩子多少有點問題 一心想當小月他娘 龍騎沒啥事 就是不理解老生當時的行為 突然腦中一陣劇痛 想起老師拿槍對著自己 龍騎順利拿到資料送阿平跑路 資料顯示過兒院建成時 錄用了一個叫阿朗的醫生 執行雙龍計劃 沒過多久 山崎已經出院 小月來家探望 正好看到那條項鍊 不小心滑落進自己包裡 兩人見面雖然有點尴尬 但心境都有所改變 小月將錯就錯 帶到建定科分析 雙龍代表永遠循環死和重生 龍災大膽猜測 老生派大批警員去遊樂場 是為了保護阿平 雙龍項鍊沒有特別之處 只有一串數字 剛出門就被一群黑衣人圍觀 接著又冒出來一個長髮男 自稱老蔥是個自由撰稿人 知道那幫人隶屬公安 也清楚農旗和農災的關係 有很多人聽不懂 有很多人聽不懂 我會聽不懂 龍災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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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前的事件的真相 你父親的尊重 你父親的尊重 我會被射射 龍災的封面 你家族也不是沒有 你家族也不是 你家族也沒有 我會被封 我是我你家的敵 我是你馬鹹的 总监伤愈回归 老燕看起来很不爽 小月醒来被绑在床上 因为老葱打不过刑警 没办法只能出此下策 想知道内幕就要从精英医生阿郎说起 20年前突然自尽 对器官移植了如指掌 听到这里龙灾一阵呕吐 小夏对着龙旗伤口一顿猛锤 换来能见一次老圣的机会 老圣奉劝别再往下追查 你们什么都没看到 也什么都不清楚 这可是最后一次警告 回过头老葱讲到 二龙兄弟成了警察和黑帮 只为替老师报仇 之所以这么上心 是因为妹妹也在孤儿院 没过多久被转到别的地方 自那之后再也没见过面 某天听老师说坐标就在双龙里 还听到老燕你爹的名字 有一次中院还对自己说过 忘记妹妹吧 结合以上信息 推断他们在做器官买卖 虽然没有证据 但妹妹很可能已经离世 小月无言以对 老郑查到农灾悲惨绅士 当年遭父母丢弃 两岁左右就像雷坠一样 辗转各种福利院 以至于极度怨恨社会 一切都会逮据 不可能 新的养活用施設 次の日 突然出现了 そこの職員 直到的 突然 突然来 気が済む まで 活用 都 老聪到龙灾事务所提供信息 作为交换要保证自己安全 三岛告诉龙琪 小月拿项链去过鉴定科 赶紧去他家看看怎么回事 老燕也带着小夏过来 双方互相怀疑 小月正托束缚打来电话 正好可以问老爸 20年前到底发生过什么 随口将坐标说出口 说到一半老聪归来 一看项链坐标泄露大为恼火 原来坐标不止一刻 金表背后也有 老燕和龙琪做了笔交易 如果能帮忙找到闺女 愿意全盘拖出 龙灾认为 这事跟老师无关不要插手 万一这是圈套 我俩都要完蛋 龙琪顾不上那么多 只想救心爱的女人 两兄弟首次产生分歧 没有一起行动 老燕考虑再三 把金表背后坐标发给老聪 约定三小时后 在孤儿院相见 届时会说出所有内幕 只要不伤害我女儿 什么都愿意 小月知道他在跟龙灾做交易 请求解开绳子 保证不会反抗 因为自己也想知道 20年前的真相 等很久 龙灾一直没现身 两人只好先走 刚出门被龙琪拿捏 一看竟是孤儿院朋友 没时间解释 现在需要立刻出发 小月反应快 猜到龙灾肯定想一个人赴约 噢レベルの話 まだ裏は取れてないんですが 非合法の臓器売買に かかっていたんじゃねえかって ガキの手術を闇で受け負ってた 那知さんから聞きました 柏場由衣子さんを殺した 犯人を探すために ここが ここに 監察官 何で日比野の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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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文包里全是小月愛吃的零食 悲伤之情喷涌而出 小夏没有生命危险 像阿菊陈述事发经过 当天上司看起来很恐怖 本想找人帮忙 龙灾突然出现 将自己打晕 老郑想逮捕嫌犯 那是想太多 原来只有黑人律师 现在又多个顾问团 龙灾拿到全部资料 看到龙琪档案那颗大吃一惊 顺便退出帮会 派小弟赔偿组织一笔钱 大姐给小弟几百万嘱咐道 一定要追随大哥到最后 中年三人组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警示厅又不让媒体报道 但总感觉几位当事人没说实话 小月够意思没把老葱供出来 为此剪掉头发低调形式 龙琪打死不信龙灾会杀老燕 平白无故杀人 绝不是那个男人作风 经常碰面的会所也找不到人 次日突然出现拦下阿葱 递交妹妹原始档案让她看着办 龙灾不关心背后真相 但谁参与杀老师 谁就别想活 小月渐渐走出阴霾 打算辞职 不想再知道任何事 然后突然向龙琪表白 龙琪没做任何回应 回到家遇到老葱 现在已经知道所有答案 次日中年二人组不约而同 来到龙灾藏身处 龙灾只相信老郑和三岛 有个录像带让他俩保管 等一切问题解决 再交给龙琪就行 顺便再给小月带句话 他爹不仅清白 还是我们救命恩人 交代完把腿就跑 老郑想追背三岛拦下 让那小子放手去坐吧 晚上山琪约小夏出来见面 还是那么活泼可爱 小月冒出来直言不讳 杀我老爸的人就是你 背后中枪存在重大瑕疵 摩托车那么大的声浪 不可能没听见 没想到小夏父亲就是医生阿郎 过儿院的孩子们只是高官富人的备用零件 小夏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阿郎帮龟完成移植手术 带着罪恶感自尽 移植的就是老葱妹妹的心脏 为了还债 只能替他们收拾烂摊子 公安也会跟着善后 小夏刚想自尽被老葱大骂一顿 那可是我妹妹的心脏啊 应该对延续珍惜 以后你就是我妹妹 小月也不打算继续复仇 知道亲爹走在正确道路上足矣 其实老燕一直在想尽办法保护孩子 继承百叶老师一致 同位动摇过 小夏会受到特殊保护 但内心无法原谅自己 最后在夜幕下如实交代真正幕后黑手 那人就是北川总监 一个毫无存在感的人物 龙齐一抬头看到龙灾 你已经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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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人都要 我一人都要 今连事都要忘了 你二人都要求我 你二人都要求我 敌人的仇打了 誓ったじゃない さよならだ あなたが そうだ マホロバウを産んだ超本人だ 足幅ユリコを殺した この手で 原来龙奇是北川私生子 由于已经组建新家庭 只能把儿子送往孤儿院 从资料丢失那刻起 以做好失败打算 现在公安已无力回天 料理完后事会去自首 希望儿子以后能好好生活 龙灾看到龙奇崩溃 没有采取行动 小玉希望龙灾 可谜团还是没完全揭开 老师遇害那晚 到底发生过什么 肯定要搞清楚 第二天 北川递交辞职信 今晚和家人团聚 明天再去自首 阿橘拿到机密资料 北川小时候全家遇害 犯人有个体弱多病的妻子 还有一个四岁女童 案发后离婚 为了挑白户籍 孩子被远房亲戚收养 女儿改名龙奇美孝 也许是老天爷的恶作剧 北川居然爱上 杀死全家犯人的女儿 还生下龙奇 老郑尽职尽责 主动当北川保镖 龙灾早已等候多时 对峙之际 龙奇出现在身后 嘴里说着 二十年间 我们活着 只为替老师报仇 事到如今 不可能舍弃这一切 抱歉 太太 真的 我们是两匹的童 你也知道的通过 里面有很多孩子 那是当时的任务 刘弥库先生 他也没有知 他也没有知 只能让我感到 看着你 你与他爱情 是没有谎 死亡 死亡 天天 他想遇到 去遇到 下面开始讲 当年那晚 孩子们要被转移到别的地方 百叶老师已经知道 这里在做什么勾当 于是摘下项链 从抽屉里拿出枪 北川要求正在立即杀死后面偷听的龙琪也就是儿子 百叶向孩子道歉 说出从来不是家人的话 但会誓死保护你们 随即调转枪口被一枪打中要害 同时打伤前几集中的流浪汉老汤 龙琪这段记忆一直很模糊 龙灾听到枪声姗姗来迟 老燕晚到一步 深知普通警察处理不了 老胜负责帮北川善后 以上就是那个晚上的来龙去脉 北川知道双龙组合在复仇 于是演了一出苦肉计 让公安抹杀一切相关人士 话说为什么要杀自己儿子呢 那是因为不喜欢龙琪 是不是真心话不好说 也许只为求死吧 警示听即便知道 董监遭劫持也不愿插手 他要是死了反倒方便处理 单倒想动手被阿局一把推开 不由分说就是一拳 时间已经不多 龙灾要灭掉北川 龙琪可不答应非要亲自了结亲爹 他儿子正托束缚 拿着枪来到客厅 不小心走火击中龙灾 我个人 打ってもいいから 打ってください どけ もういいよ 何がだ こいつが お前の弟だろうがよ 息子変わったな あんたみてえな奴で あの時の由衣子先生いて もう十分だ 終わったな 全部 たっちゃ 帰ろう 僕らの家に 龍崎さん このまま回してくれたのか 不安心 ごめんね 日美乃さん 君に会えてよかった 見たか 日美子先生のビデオ 絶対に 正しく生きなきゃダメだよ もう せえよ 哇 你怎麼在一起了 二人一起 全是二人一起 他就是好 但是偉大的 最後の最後に 不違反 我可以回到 我要多久 我快樂 哲也 只要 呻呻呻呻呻呻呻 二人が貫いたその愛は正義だったんですか